Hello 大家好 我是保时哥 那么今天我来到了九江 就在九江火车站的外面 然后我现在坐公交到工农化工 也就是他们这个九江的古兰市场这边 今天是周六 正好周六这边应该他们是有一些地摊 有一些店铺可以去逛逛 然后算是年前最后一次出来 带大家一起转一下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春运 但是火车站都是冷冷清清的 因为现在很多还是提倡就地过年 回来的也少 离过年也就两周不到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跑出来呢 待会给大家来讲一下 车子来了 一路都空空荡荡 能挺少的 现在就到了 淹水亭这边的工农化工 外面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古兰城 就像一个手机商场 但是知道的就知道 这里是一个工农化工 然后我们看到还是正常开放 然后有些地摊在摆着 有没有什么宝贝 我们来走一走看一看 这边敞货比较多 就567的那种老敞货 它有很多地摊的书 不过我是要瓷器方面的书 这个书我不再看了 老板的这种课本 书小国文 民国的小学课本 语文课本 有时候大家在网上也看过这种 其实图文并茂 比现在讲得有意思 星期六景德镇那边没有 没有急事 星期六景德镇是在 雕塑市场有个小的市场 人不多 然后主要主要是周一 快过年了这里也没人了 几乎就没人摆了 空的 这里面写了 1月18号就停止摆摊了 所以天井里面没有摆摊 就在这个房子里 有零零星星的一点摆 这里面还有一点人 就这么个 一个小地方里面 就那么几个摊位 随意看一看 有何事咱们就拿就干 人民市场 人民市场的一个青花盆 一些567的小 真正碰到好的 高的那些东西 我肯定也看 不是说我就是 只玩一些普通东西 真正好的我也买过 我也买 我也会看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误解 在地摊绝对不是 想着有那么多好东西 差不多的小精品都难得 所以这个不一样 不看 那边还有个花菇 花菇我也不看 没这么年后 问了老板这两个小东西 他还不卖 他还要挺高的就算了 我就看看别的 我找了一个 还有点意思的东西 这是个天然柚的 天然柚的那种 一个盆景的一个拖座 它实际上是一个拖座 老板说水仙盆 这个东西不是水仙盆 它是一个拖座 上面放那种 假山的 假石山顶的那种 一个也算花盆 只不过它是一个拖座的 花瓶的拖座 然后还比较 颜色还比较好看 尺寸也比较大 然后还有点特点 这个自己在家里面 可以当做茶盘用 当做茶盘用 还有点个性的东西 这个就把它买下来 这个拿着我买下来 算是今天淘的 有点意思的东西 这也包一下吧 就包一下 那我们就到店里面转转 那里面是有店铺的 我看看店铺有没有的 这有些是钱币 鞋器的 看 有个鱼盘 新带的鱼盘 有个鞋器的 鞋花的细 这就是鞋花的 凤凰古玩 有一个这种台灯 再看一下 都黑乎乎的 都没有了 到一楼这里 还有一个 是以前买过东西 朋友的店里 小店里 这有一个大碗 有一个大的工碗 这个是鞋花的东西 然后 一个粉彩细路的 人物的一个大碗 可避有167公分 就放了这种色潮 我觉得是很像人的 刚刚开包了 有些没有拍的 再给你们补拍一下 考虑对这个 苹果晚期结果初的 成队的人物为平 还有这么一个 细路的 木会音挂帅 杨家将的一个人物 平 精品567的一个大工 还淘了这么一套 苹果立开窗的 夹壶套装 这边就是淹水亭 非常有名的 九江的一个景点 那么相传当时三国 周渔练水军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也是一个 有一个大湖 来了 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拍一下 非常漂亮的一个大湖 淹水亭 非常意外的 本以为也就是买点小东西 没想到在刚才那个店里面 一直在干了好多东西 还真的是有意外之喜 所以有的时候 收获就在不经意中来出现 那么今天我们在 九江的收获之行 也会在这两天的直播里面 给大家做分享 我们就拜拜了